朋友您好 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3年8月14日 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节目 咱们先来看几个战争方面的消息 一 俄罗斯没有能力制造新的KH-22超重型反舰导弹 但是它可以使战口径和避暑巡航导弹 这是乌克兰军事专家彼得罗切尔尼克宣布的 他认为在俄罗斯用完旧的苏制的KH-22导弹后 将无法生产新导弹 这些导弹的装药量是现有导弹中最大的 达到了960公斤 但与此同时 它们可以制造相对较新的口径和避暑巡航导弹 另据粗略的估计 俄罗斯人每月可以生产60到80枚各种类型的导弹 有一种说法认为 俄军对乌克兰开展大规模空袭 并不是希望迅速看到效果 而是为了消耗乌克兰手中为数不多的昂贵西方导弹 我们觉得相信这种说法的人 大概是非常缺乏维生素常识 一个GDP排不进全球前十的国家 如何在导弹制造方面 与乌克兰背后那50个生产力非常发达的国家一较高下呢 说真的 就算乌克兰真没有拦截导弹了 俄军那些只管快却打不准的高超音速导弹们 究竟能不能把乌克兰炸毁原始社会 还真的不知道呢 二 乌克兰的2S7少要203毫米口径自行榴弹炮 被发现正在使用美国生产的M106型高爆弹药 从网络流传的照片中 可以清晰的看到炮弹上的美军标记的型号等信息 这种装填有16.5千克炸弹的炮弹 原本是为美制M110式自行榴弹炮设计的 现在因为乌克兰耗尽了各种苏式203毫米炮弹 也被拿来应急 但毕竟这种炮弹跟苏式203毫米炮弹还是有差别的 目前还不清楚其精度 以及对炮管的磨损等情况 7月份的时候就有博主说 美国人发现2S7能够使用美制203毫米炮弹 于是远珠给乌克兰很多 但消息过于震惊 我们没有彩星 目前来看这是真的 据说美国有140多万发这类的炮弹 如果无军能用 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缓解炮弹荒 除了惊人的203毫米炮弹外 前线乌军也在发射各类北约标准迫击炮弹 包括用苏式82毫米迫击炮 发射北约标准81毫米口径迫击炮弹 当然需要做出一定的改装 而且会影响精度 但实在没办法 俄乌两军现在都缺炮弹 乌军更缺 三 最近的网络图片显示 塞尔维亚今年生产的120毫米迫击炮弹 也出现在了乌克兰军队手上 这些M62P10型120毫米高爆迫击炮弹 是塞尔维亚国有军工企业 科鲁西克公司制造的 需要说明的是 尽管塞尔维亚总统武器器此前宣称 该国政府无力控制器出口弹药的最终用户是谁 但这些在乌军手上的迫击炮弹 也无法确定就是塞尔维亚卖给第三方 并最终交给乌克兰军队的 M62P10型120毫米高爆迫击炮弹 算是塞尔维亚的主要出口创会产品之一 在多个冲突地区都可以看到 远处方面的消息 一 日前 在爱沙尼亚政府的一次会议上 国防部长汉诺佩福库尔 向乌克兰发送150支手持枪支和弹药的提议 得到了支持 爱沙尼亚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400亿欧元的决士援助 占GDP的1%以上 标枪反坦克导弹 榴弹炮 火炮弹药 反坦克地雷 反坦克榴弹发射器 迫击炮 车辆 通讯 野战医院 药品 个人防护设备 以及野战口粮等被转移 二 德国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安·林德纳 于14日上午抵达基辅 这是他自全面战争开始以来首次访问乌克兰首都 他会见了乌克兰官员以及基辅市长克里勤克 商讨了援助问题 林德纳向乌克兰保证 德国政府将继续提供支持 他还在社交媒体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这关系到欧洲和平与自由秩序的未来 乌克兰不能输掉这场战争 三 以色列驻乌克兰大使米哈伊洛·布罗茨基宣布 以色列应乌克兰方面的要求将向乌克兰运送数端药品 最近这两国关系不太好 乌克兰认为以色列在俄乌之间保持中立 事实上是在鼓励俄罗斯 乌克兰还说以色列赖在拉姆斯特因会议里不出力 还有可能将了解到的秘密泄露给俄罗斯 因此主张将以色列驱逐出会议 好 咱们来说说乌军挺进乌鲨扎营的细节情况 乌鲨扎营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之前曾说救马约尔斯克是一个扎门 拿下之后乌军进攻就有了依靠 而乌鲨扎营正是倒下的第二块多米诺骨牌 乌鲨扎营是断巴斯南部俄军第二道防线的防御中心之一 由于乌军的强力攻势 俄军步行严替0518公路向扎维特内逃跑 乌军已经向南推进扎维特内到巴赞尼亚一线 这里是旧莫利尼弗卡的最后的防护线 今天从乌鲨扎营撤出来的俄军已经溃逃到那里 可以预计不久后这里会发生一场恶战 但乌军势在必得 乌军在这个战区的决定性目标是收复旧莫利尼弗卡 这个战则是这一地区的物流和交通枢纽 如果收复了旧莫利尼弗卡 意味着乌军彻底突破俄军的第二道防线 俄军将被迫推向已经没有预备队的第三道苏洛维坚防线 乌军不必在漫长的战线上到处实现突破 只要在关键的一两处突破 就能打断俄军防线长龙 进而能实现战略目标 所以乌罗扎营的胜利意义是很大的 很生动的是 乌克兰国防部发布了两段视频 显示 俄罗斯军队在被赶出乌罗扎营后狼狈逃跑的画面 完全是溃逃而不是有组织的撤退 画面中 俄罗斯军人成群结队的沿着T-0518公路 向赞维特内道救莫里尼夫卡逃跑 没有任何车辆 更不要说步兵战车或运兵车等装甲载具了 乌军无人机及时发现了这一情况 于是呼叫炮兵火力覆盖 乌军炮兵发射了美国等国援助的极数炮弹 俄军成片被击倒 损失惨重 T-0518公路成了新的死亡公路 按照俄罗斯军事博主的说法 俄军之所以无法守住乌洛扎营 是因为这里的第36旅欲缺乏保卫意识 认为根本就不会阻拦住乌军的进攻 而被受命支援乌洛扎营的俄军第37坦克旅则公然靠命 理由是他们的坦克无法对抗乌军 一旦潜出会立即被乌军的各类精确指导弹药摧毁 在这种情况下贸然出击支援乌洛扎营是不明智的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那个溃逃的视频 太不容易了 围绕旧马尤尔斯克和乌洛扎营这两个村子 乌克兰顽强战斗了半个月 尽管有人不惜一顾觉得乌克兰人已经失败了 又或者即便没有失败可反攻还是太慢了 但是乌克兰人在头顶没有飞机保护脚下布满地雷 本身重装武器严重不足 新兵众多缺乏实战经验的各种不利条件下 顶着巨大的舆论政治外交军事压力 在两个月内连续攻下了九个村庄 撕开了苏洛维京线的主防线 此时此刻我们只想由衷的为乌克兰勇士们点赞 之前我们看了一段让人莫名悲伤而又激动的生动形象 数天前在泰国巴提亚举行的第16届国际龙州锦标赛中 由于船只进水 乌克兰队的龙州在距离中点线数百米处时开始进水下掺 不过乌克兰队最终还是坚持冲过了中点线 这场赛事岂不就是乌克兰人勇敢团结顽强反战 顶着压力和各种不利条件 最终取得一个又一个接连不断的胜利 创造一个又一个倚弱胜强的奇迹的缩影吗 只要乌克兰这股仙气还在 他们不但能继续取得进展 还一定能获得最终完全的胜利 并且趁着这股势头 获胜后的他们一定会再次创造辉煌的建设成就 最近这两年最让人感动的就是乌克兰的不屈服了 勇敢者乌克兰必胜 荣耀属于乌克兰 好 以上两个视频是我们今天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感谢王小寇同学心情耕耘 咱们明天再会